吳亦凡再次參與 人氣內地Hip-Hop選手節目 他跟曾家文的阿Jan 鄧紫棋現身造勢 胡亨宜主演的網劇舉行殺科宴 直言如果角色需要 爆粗也不會介意 Ceo Style Yo團之後 成員超風推出新歌 坦然希望擺脫苦情形象 大家好,歡迎收看 《15分鐘熱度》 我是Coe,文貴琪 李克勤近日跟太太 勞肅而飛去日本旅行 看到克勤在社交平台 分享了一段短片 十足十旅遊帶司上身 介紹這輛火車之旅 不說不知,原來克勤這次乘車 四天三夜,兩個人 每人就成為五萬多港幣 看來克勤這次去旅行 真是去得領舍 去年吳亦凡一句 你有自由風格嗎 在網上洗版 今年他再度參與 內地Hip-Hop選手節目 跟張振樂、熱狗MC Hot Dog 潘偉柏和鄧紫棋 齊齊擔任製作人 日前他們現身北京出席活動 吳亦凡也分享了 當時在北美賽區 去做評判的感受吧 我看到很多很棒的 華人的選手 還有一些外籍的選手 在用中國去說唱 但其實我覺得很驕傲 很感動 就是覺得更大的舞台 舞台總是更好的一個交通 所以我覺得這個北美賽 其實意義在於兩個年 一個是在海外的華人 有這樣的機會 去參與一個比賽 有機會暫時自己 第二是看到一些外國的朋友 在喜愛上中文的這種合環 包括中文的說唱 而Jem就第一次做製作人 難怪他也坦然 心情非常緊張 我昨天晚上 感覺像那種小學生去秋遊之前 一個晚上很興奮睡不著 所以我昨天只睡了四個小時 其實Jem也不用這麼緊張 這次有再次參與節目的潘瑞 做他拍檔 心應該也比較穩定 女主內玩做男主外 我們可能不一樣 女主外、男主內 因為去年我覺得 我都經歷過很多好玩的事情 Jem是第一次 所以我希望他能多體驗 整個流程、整個經驗 因為確實很刺激 去年確實很刺激,很好玩 所以他加入這個大家 能整個完完整整的具體驗 所以我會多多地配合 用輔助這樣 一眾演員 這晚齊齊出席網劇的薩科宴 包括胡亨宜、張繼聰 張健昇、黃宗堯 鄧建宏和太太石穎莉等等 亨宜表示 這次和阿聰合作相當開心 中巴拍檔在劇中好展 而自己亦希望挑戰 演一些壞人的角色 也可以的,粗魯一點 因為網劇的尺度可以大一點 但跟你很不像 好像平時的影像 這樣才有反差 對 因為角色要爆粗 如果到時角色要這樣 你也不介意嗎 不介意 最重要是不要讓我兒子看到 對… 小時候真的有機會 看媽媽也會這樣 看媽媽也會這樣 小時候就不要了 杏兒的兒子Brandon 眨眼睛差不多八個月大了 越來越精靈得意 難怪杏兒親吻得他焦 他說我是最軟的 其實我覺得… 因為他是寶寶 你現在這麼兇對他 他也不認識 是 等他長大一點 我便會出現我的… 我父母的形象 而在劇中飾演夫婦的 鄧建宏和石穎莉 當然泥牌放閃 不過Suki這天 竟然投訴老公經常欺負他 其實隨著時間 大家會看到他經常欺凌我 是 因為其實我在冬天的時候 我吃很多東西,尤其是結婚 可能有點幸福 然後他不斷地把每一天的時候 他把我的照片… 你看看你的樣貌 賺爆了阿Mon 我很感謝他很激勵我去減肥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地獄式減肥 因為我六月中要去東京 幫我的新唱片拍一個封面 以及幾個音樂影片 而ViuTV藝人陳安立 和駱振偉也有份參演 Brian的角色還非常特別 就是飾演一名拍攤男朋友 未拍攝之前,未做這個角色 完全不了解這個行業是怎樣的 當我做了… 因為原來要打開社交平台的帳戶 然後又拍攝照片 最好笑是他們劇組用我的真相片 拍攝照片 我心想說 大哥,別人搜尋了,怎麼辦 你平時找到是你的 你真實的照片都是露空機的 她打開了我的頭大廈本身 那些衣服和背景是認得的 李雲在前年旦下女女子替 到今年三月 她宣布自己再度懷孕 直到近日她更加貼上了一張 超聲波照 叫大家猜猜 究竟這一胎是駝子還是駝女 不過Renee到近日終於揭衷 她說其實這次是駝子 就湊成了一個好字 在這裡恭喜Renee 組合See Your Star的成員超風 最近推出新歌 今天他去電台受訪時透露 新作是跟Eric Cocq合作 還由黃偉文填詞 希望讓大家認識不一樣的他 就要有型格吧 對 對,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希望… 眼淚當然是真性情 但我也不是覺得 這是歌手的其中一個賣點 我也不希望 感謝Yi給這份錢 令我有點平反 我不是,我不是賣眼淚的 麻煩你 而超風是See Your Star 優團之後首位派歌的成員 他坦然很大壓力 而其他成員亦為自己計劃 超風今天也有分享各個成員的近況 我很羨慕他們的工作 對,他們也在忙著自己的工作 對,因為King在打電視電視 安仔在準備他很喜歡的音樂 而Jace在用他的文筆做他的工作 所以每個忙的時候 我也希望有每個發展 早前,許廷鏗出席 很有鄭欣宜 以80年代做主題的生日派對 雖然Alfred精心打扮出席 但他提到當晚不斷被人笑 到底為甚麼 其實他們每個都說我像體育報道員 因為那件西裝外套本身是鮮黃色 Joyce就找了很久了 但可能因為我買的時候比較鬆 近年髒得比較健康 所以變得比較合身 比較剛好 他們覺得為何穿得體育報道員 這樣來,但其實我覺得我的裝品 是很盛裝出席的 小陳哀今天去了電台宣傳新歌 提到即將推出的新碟會翻唱儀哥 其中一首就是翻唱葉韻儀的作品 他們又表示兩個版本很不同 因為葉韻儀小姐的版本很可愛 對,她的版本比較天真 我覺得我們的版本比較意義 深一點、意思重一點的編曲 新作說明是以童年做主題 小陳哀故意重返小時候留影的地方 重新再拍一次照片 他們還分享了不少儀式回憶 那時候跟爸爸一起去 爸爸都順得放假的時候 才會帶我到處玩 可以坐車,然後離開自己的附近 然後去公園玩、拍照片 那裡其實有一個噴水池的瀑布 好像是涼亭 我們又有在那裡演張照片 而同樣到電台受訪的葉巧琳 早前演出的時候 在感謝的環節忍不住哭 她就解釋之前其實有不少壓力 我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的一件事 就是有他們一直支持 不需要太擔心說 我一定要去賺錢養他們 但我會有一個壓力 我覺得我需要這樣做 真的嗎 也有我一直很支持 我的另一半在我身邊 那晚我也有去感謝他 他有去到,但沒有人找到他 對,為甚麼 她隱形 為甚麼隱形 因為她永遠是… 她不太喜歡被人拍到 或是甚麼 但她永遠有這樣的展示 她也有來支持我 所以… 背景給你 永遠在我背後背景 默默地支持我 所以我也很感謝 艷雅倫這天現身台北 出席藝術家好友 愛沙公主的新書發佈會 他們還分享了相識的經過 因為當時是在北京拍的雜誌 然後我一個內地的好朋友 就帶他來探辦 他說他對星座也很有研究 正在寫一本書 問我有沒有興趣跟他聊聊 因為他自己有在發想一些劇本 所以我們一聊 不小心就聊了很久 因為星座永遠是一個… 要不玩都發展 對 對,在陌生人之間 是一個很好的開頭話題 既然兩位這麼適合 不知道愛沙公主何時重播電影 找艷雅倫做男主角呢 我覺得非常有這個可能性 對,因為我自己也有一間影視公司 然後我們後面也會 有很多精彩的劇本出來 我到時候也會邀請雅倫這邊 給一下助力 應該會這樣 看看後面也好 我們雅倫會越來越貴 馮小剛03年撿到的電影 疑似影射內地前名主持 崔永遠出軌 對於昔日好友再度開拍續集 崔永遠就覺得自己再度被侮辱 因而爆出女主角范冰冰和馮道的負面消息 近日爆出范冰冰簽了陰陽合同來吐稅 崔永遠就說范冰冰其實打給他哭訴 說不知道原來當年的事件 對他造成這麼大的傷害 看來這個風波會繼續沒完沒了 這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再見,再見 下集再見,再見 下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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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